在公布此证据的同时呢 我做好了女方小飞断绝如此关系的准备 那我现在就把你今天提到的 出毛鬼的证据放在附件里 在此呢我正面回复一下 黄春梅女士人是有名过的 但是不是下飞 而是飞飞 那也请你把我给她们购置的 婚房 你大概卖了三亿左右台币 两个我都回复了 明明白白 大S新函十年婚两死一重伤 张然在出手讨三亿婚房网全歪楼 刚才我想说的在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跟法官都讲了 王小飞19号才来台接受征讯 控大S离婚前几奢侈品到韩国 暗指大S出轨 小飞就是这几张鼓 够不够清楚 你不明白 这个算不算出轨 这个到底算不算出轨 二十二大S不忍了 凡王和王小飞隔空护士 大S直出王小飞出轨 还有拿哈利波特金装版动粗 十年婚姻经历两死一重伤 发生两次流产 还有自己产后身心俱疲重伤 王小飞妈妈张然不出所料 假如战局 绕横化怒喷 大S 在公布此证据的同时呢 我做好了 女帮小飞 断绝如此关系的准备 你现在的行为呢 让人恐惧婚姻 不相信爱情 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今天呢 老婆两次呢 附入我 颠倒黑白 诽谤 那我现在就把你今天提到的 出毛鬼的证据放在附件里 张然晒出时间线 指控大S出轨拒军业 2021年9月10号 大S发律师函要求讨论婚姻室 和王小飞2022年发文说 大S和他离婚是去年2月份的事情 时间上又出入 被网友质疑实在说谎 大S经纪人回应 现在已是AI时代 连影片都能造假乐 更何况张然秀出的所谓证据 是一张word的 至于汪西林 汪西悦 这是我们家的群态 我会带她们成人后 张开我的双臂 迎接她们回到我们 美丽的大北京 在此呢 我正面回复一下 黄春梅女士 你说的非常的诚实 人是有灵活的 但是不是下飞 而是飞飞 那也请你把我给她们 购置的官房 你大概卖了3亿左右台币 两个我都回复了 明明白白 有完大S还不忘和S妈讨3亿婚房 今天张兰在晒影片喊网友讨拍 朋友说 蓝姐 您别往心里去啊 家家都有本 难念的经 什么事往心里去啊 还真不知道 咱遇到难念经 咱不念不就完了吗 咱拿那好念的经念 是吧 不过大S汪小飞开战 网友却各种歪楼 我把焦点放在一整套 重达10公斤的凶器 哈利波特金装版 哈利波特金装版 这样算魔法攻击吧 哈利波特就算了 还是金装版的 其他的先不说 用哈利波特金装版杂人 我是真的没办法接受 不要可以送我 干嘛模仿哈利波特啊 我怎么模仿他呢 我是真近视 它是假近视 他魔法那么好的 不给自己制止 我跟儿子做人做事 不是那么龌龊 也不是那么缺德 没底线的人